豬肉分切人員專注分工 開放進口含萊克多巴胺美豬后 新北市長侯友宜 四號訪市肉品加工廠 確保肉品經過合法屠宰 取得CAS等認證標章 前台灣的產消利率 加一箱有做到這個內臟 只有加一箱有做到這個產消利率 目前JCP台灣都是做到 那個豬肉分切 加一箱是做到屠宰這一塊 屠宰毛豬全部是平台樹的放水 但在其他的工廠還有吊掛樹 吊掛樹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這個豬肥的衛生 新北市長侯友宜強調 CAS認證結合工廠自主檢驗 驗證機構查驗跟政府依法監督 經過三層品管保證 才能取得認證 希望民眾清楚認名 無來計國產豬 所以身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 要鎖住中下游這一端 下游這一端要把它標示出來 來或不來 讓大家更清楚 CAS台灣豬肉 那就是很清楚 那絕對是沒有含來各種法案 另外肉品公司董事長陳國遜也補充 近期毛豬價格稍有波動 萊豬進口政策對國產豬肉銷售 或多或少帶來注意 遠視新聞 朱古嘎瓦新北市樹林采訪報導